欢迎廖老师和他两位学 陈蔡陈玉和叶骑胜 欢迎 好 好 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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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我就感觉要和你们说话的时候吧 就必须得提着气 来 这边选一个红包吧 请你把气放下 好的 好的 提着气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再不能这么多年 我唱歌一时都这么差 来 拿一个红包 完蛋 一开始就落下 对的 使劲 使劲 来来来 四个 好 廖老师的 每个人都可以选一个 每个人选一个 先别看 先别看 我觉得这个 就是这个吧 就这个 好嘞 那三位一起和我们的红包抢 先来拍一个合照好不好 三 来 往当中一点 这样 不是 这样 对 这个画面就美了嘛 好嘞 欢迎三位 来 领了红包 请就座 接下来的时间 好好拆开红包 看一看里边 还不能 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好惊喜 有 好吃的 来 有料中间 对 你坐一边坐一边 我吃 你在这儿是吧 那我过去做 是 这样 这样我们可以 行 做还是行 好 行 来 放心 慢点 你小心 不要气球踩爆 小心 小心 好 这样做对不对 就让我们这样做了 你没到这儿做的 因为你应该做C位 哈哈 我们这样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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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样这样 我现在很尴尬 也不知道这个C位 我该不该去做 这样干嘛 这样干嘛 对不对 我们本来给你留着的 是吗 没事没事 我已经是女王了 哈哈哈哈 我也可以站着对不对 好 来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 来拆红包 先拆谁的 廖老师定 我们就这样顺着来 好嘞 那我我这边先啊 好 是我拆还是您拆 我拆 啊你拆 啊 你拆 我我我 到底是谁拆 我拆你拆 那那我还是我拆吧 你拆吧 我拆吧 给我看看啊 拆一个 脑筋 脊爪弯 哦 要开动脑筋了 一块面包走在路上 扭了脚 变成了什么 扭了脚 变成了什么 你猜 麻花 面包 对啊 对啊 是麻花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但是麻花啊 它就不是面包的一种了 就是哪种面包啊 它看着就跟麻花差不多的 羊角 恭喜你回答正确了 真的 真的 因为扭了脚 你们两个年纪这么小的人 怎么会 嗯 他们老了 不 他们老了 廖老师我想采访你一下 为什么这种 有一些些冷的谐音羹 你会那么的熟悉 没有啊 我 这面包牛角了嘛 它不是拧着了嘛 嗯 不是跟麻花一样的嘛 是 所以你是完全 之前就不知道这个 然后是靠自己的想象完成的 艺术家的脑回路 果然跟我们 有一丝丝差别 来看一看 廖老师能不能成功的完成自己的这个红包里的贴贴 很难说了 哈哈哈哈 给龙字 加一个偏旁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完整的字 对 嗯 你想想 这个龙啊 这样子写 龙啊 你用一个什么边旁 让它变成另外一个字 就还不能以是龙的发音 是不是 哦 那可以是龙的发音 就龙呀 对呀 对 龙呀 竹子头啊 哦 就是一龙小龙包的那个龙 是吧 对 你们三个坚定的眼神 我仿佛觉得我又犯了什么 我觉得陛下很无地自容 啊 恭喜你又顺利完成了 是对 是对的吗 是对的呀 任何边旁都可以嘛 哦 对不对 对 而且今年不是那首大热的歌 龙 对 也是这个龙嘛 对 你有看吗 就是那个 对 对 所以刚才齐生问的好吗 是 是可以念龙吗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哈哈哈 你们之间打的配合 我真的猝不及防 姐妹们 姐妹在哪里 来小蔡同学 好 我看看 用家乡话说一句新年祝福 嗯 来 你最简直是 他那个是最难的 最没 最没技术含量的就交给你了 好 最没技术含量的 来吧 您先 这是 我们俩一样的 这是你的 哦 这是我的 这是你的红包 好的 好 用家乡话说一句新年祝福 嗯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健康美满 嗯 怎么听着和普通话差不多 哈哈哈 你是标准的吗 还是我们俩的好 对不对 对 四川的 是 来 家乡话 祝大家新年快乐 晚事如意 晚事如意 这个一听就是要吃火锅的那个劲儿了 对吧 来到了东方卫视的春晚 上海屋送祝福 肯定是缺少不了的 廖老师应该算老上海 心意好 嗯 心意好 哈哈哈 其实你刚说那三个字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漏气 非常标准 重复了一遍漏气 对对对 重复了一遍又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吧 走 我想刚刚什么字 哈哈哈 刚刚没有 是吧 死了死了 来 祝大家开开心心 啊 开开心心 开开心心 对 新年快乐 你这是跟你家乡话的这回事 哈哈哈 不是吗 新年快乐不是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 快乐 哎呀没想到这三个当时我带的学生当中水平最高的 那我要给你们来一点稍微难一点的了好吧 穿梅东方 龙幼济光 大家苏林东方为字 下家弄 哈哈哈哈 哎呀小家弄为家弄的吧 有点难 那这样 一人讲一句吧 好吧 春满东方 穿梅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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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龙幼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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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呢 古年一定要可以东方为字 古年一定要可以东方为字 哇 哈哈 这个 哈哈哈哈 连起来再来一遍 春满东方 啊 龙幼 龙幼 这一广 这一广 哎 新年一定要可以东方为字 哎呀 哈哈哈哈 这个果然是老上海人了 已经是难不倒啊 廖老师了 算过吗 已经是第几年来到东方卫视过春节 这第几年啊 真是蛮多年啊 嗯 毕竟我们小时候也是看着廖老师的节目 在家里过春节的 是不是 下下呢 嗯 嗯 没有算过 但好多次了 去年也在嘛 对吧 去年我们在北京录制的 也是就是 每一次到了过春节的时候 都会期待春晚的一个到来 那每一位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过春节一定不会少的仪式感 是做什么事情 就这个每年大年三十 我们那边得吃香肠啊 腊肉啊 就是这个味 就是家里的这个味道啊 就是家庭的这个 大年三十就是吃饭的这个味道 是我们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嗯 那烹饪的方式会是什么样 呃 炒小小炒还是 不重要 就蒸一下 不重要 不重要 只要吃到嘴里就是你 煮的蒸的都可以 啊 都可以 嗯 廖老师 一家人在一起啊 这团聚的时刻 嗯 小老科 平时因为上班啊 说我说工作学习太忙 嗯 小菜 我们家过年的时候 包那个饺子里边放硬币 啊 大年初一的时候 要吃到那个硬币 才是幸运的 对 那你们一般就 比如说十个 嗯 里边大概的 能吃到的概率是 很少 就是为了让我 为了让我们小孩多吃嘛 啊 姥姥一般都会包很多 但是放的很少 嗯 但是她其实哪一个 她是知道的 嗯 哪一个有 哪个没有 她是知道的 嗯 你一般吃到第几个会吃到 都给我放在碗底 哈哈 为了让我吃完那一碗 是 所以新的一年 就是要吃的宝宝 得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是 哎 除了吃之外 你们觉得跟春节 最深刻的 连接的记忆是什么 小的时候 收红包不是你们 很期待的事情吗 放盐花 啊对 放盐花 嗯 红包嘛 你刚才都说了 红包嘛 就这个呀 嗯 其实对 过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小的时候每天 我们那会儿 会跪在地上 然后会跪在地上 然后我们的 呃 姥姥 爷爷我们 对我们长辈 都在进入门 就跪在地上 然后 呃就是 过年好 过年好 然后 然后就 红包拿来 就是这样的 嗯 对对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是 就是说点 说点好听的话 最终就是要拿到 那个红包 对对对对对对对 让他们最开心 你拿 我也是 红包 也是红包 对对对对 我觉得好像就是 小小的时候 都会很期待红包 ании 对对对对对对的 所以小时候 对 因为我们小时候呢 不像现在 因为现在过什么节都在放烟花 我们小时候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可以看见 漫天绚烂的烟花的 所以那个时候 只有过什么 新年 国庆了 重大的节 这种重大的节 七一了 或者是新年了 就只有这几个时间 是放烟花的 非常稀有 所以就更值得期待嘛 对不对 那其实今年马上就要 已经到龙年了 对不对 龙年对于自己 有没有要定一个小目标 对 我就希望我的学生们 每个人呢 都像一条龙一样 龙疼苦乐 在舞台上 对不对 两位对于自己 在音乐剧生涯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比如2024年 它是音乐剧 我是歌剧 它也是歌剧 我是音乐剧 我当然就希望咱们 国内的很多原创的音乐剧 然后能够 能够做出更加有 有情怀的 有情感的 包括像我们有一些个很 然后有我们国内特色的 一些个 一些个剧目 然后希望观众朋友们 可以走进剧院 来观看我们的音乐剧 那目前有没有 要演出的 日程 或者说 特别想要挑战的一个角色 特别想要挑战的 我是其实特别喜欢有 有个性的 有情感的 就是情感浓度会 会高一些的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共鸣点 跟观众之间的一个共鸣点 包括对 深的一个提升 对于一些个 自己的一些个积累的东西 专业性的东西 它会更加的饱满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对 你说的小目标 是 您呢 小蔡同学 我就多演 演更多的剧目 就是希望能够在舞台上唱 对 没有想过去做一些 其他的尝试吗 比如客串 做一些主持人 或者是演个戏 有吗 我脑子可能客串不了 就是 就是很专注在 自己的歌剧表演上 在老师面前 他不敢说 哦 我原来是这样啊 好 那既然今天三位来了 刚刚都没有难倒他们 那接下来我要 来出升级版的了 就是这种 Emoji的表情包 猜词语 看一看能不能猜出来 好吧 先从小菜开始 这是直接成语啊 四个字 带龙的成语 带龙的字 蛟 蛟 龙 入睡 这是在干嘛 洗澡啊 嗯 蛟 龙 细 蛟 龙 细 猪啊 细 猪 睡着了 睡着了 蛟 龙 睡 蛟 龙 细 细睡 水 谐音 谐音 我以为是ZZZ 是按照这个 但就睡觉嘛 所以看出来了吧 这个脑子没法当主持人 太好了 又看掉一个竞争对手 哈哈哈 来 雷老师 握手的这个 握虎藏龙 怎么这也难不倒你啊 对呀 加一提 那眼睛 对呀 握手吗 握虎吗 那眼睛藏是 不重要 他就从前面两个就猜到了后面两个 段位又不一样了 哎 老实果然是老实 不行 不要难倒你 龙行 嗯 达达 对 三个龙嘛 嗯 三个龙嘛 对吧 龙行达达嘛 嗯 就是嘛 啊 这个 再来一提 哈哈哈 你不带这么玩老年人的 龙花红鬼 龙华 哈哈哈 龙华 龙华 哦 龙华富贵 啊 龙华富贵 哦 这些词都是在 廖老师的 词汇范围之内的 又没有难倒 算了 今天不为难你 感觉大过节的 哦 叶哥了 这个 这第二个 难吗 这个第二个是感冒了 在在在擦鼻涕 龙 龙 疼 龙疼 哦 它是疼是吧 龙疼虎 音乐 这个 龙疼虎靴 嗯 ���� 龙潭 龙潭虎靴 嗯 龙潭 对 龙潭因为感冒了嘛 可能会会会有痰 对龙潭虎靴 靴子 下面这个是龙疼虎靴 你咋还能抢答呢 没有啊 这个脚 就是靴 靴子 古称是乐嘛 哦 我们emoji的文化水平 就只停留在表面 表面 好不好 深层次的请看 下回分解 对 是 这个也猜出来了嘛 对吧 第二个是什么 鱼月龙 鱼月龙门 对 哎 可以 怎么回事啊 我本来以为就是高雅艺术 不太用 emoji这种表情吧 其实你们生活当中还是 很接地气的嘛 刘老师 怎么因为我们很聪明 啊 这个杀伤力就有点太强了 那这样 既然刚刚的难题都没有难到大家 接下来就要考验一下你们的动手能力 在家里捡窗花吗 捡窗花 肯定机会不多 没捡过 其他的人啊 我都让他们就是那种很简单的 今天各位老师 我就直接给你们一张纸 捡窗花 发挥你们自己的想象力 捡一个窗花出来 可以不 捡 捡窗花 嗯 你捡什么形状 其实都能够贴在我们的窗户上 嗯 这个 这个真不行 我写字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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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要在过节的时候 大家有分工的嘛 对不对 好 那两位弟弟 捡窗花 我们廖老师写字 哎呦 我这个对 我 我写字吧 你这也没 你这也没那个呀 要啥 另外你直接写字 嗯 那我跟 蔡蔡我们俩 捡窗花呗 这就 你会剪吗 我 我差不多 真的 我之前 我是真不会剪 每年都 真的不会吗 我真不会 对 真不会 给你剪个这个 稍微剪的你 对对对 我真不会剪 对对 真不会剪 我真不会剪 太好了 知道你的软肋是什么 哎呀 廖老师 你平时在家里 一直在练吧 怎么呢 哦 我哪看 紫啊 一个像马德雷啊 厉害厉害厉害 月哥这样好不好 就是没有比较啊 我们就看不出 哈哈哈哈 差距 你要不也写一个 好不好 我可以吗 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挺难的 好不好 你也拿一张新的纸 这有 这有 他后来发现 他剪不了 哈哈哈哈 对 梁老师 梁老师 给我们签个字 哦 签个字啊 嗯 梁老师 顺头给你看 好 这有线色的纹色 这有纹色的纹色 有纹色的纹色 有纹色的纹色 哎呦 这个纹 今天讲成年哈 哇哦 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来 哇 哇 送福到家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我们梁老师 好 来 小叶同学 我 我 你们要不要 我写个什么字呢 你 你就写福嘛 我也写福 也写福 写龙 写龙 写 写 写龙啊 好 写简体的还是翻体的 哦 哎呦 你别给自己挖坑了 嗯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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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别给自己挖坑了 可以吗 人家就是 我 我写 好像不会写 其实会写 哦 我写个 我写个草 草 草 草书的 翻体 可以 可以 炫技的时候到了 你看就是会写 是 是练 然后还假装不会 我就胜透了 我都试一试啊 试一试 我 可以可以 哎呀 真多才多艺大家 你你竟然自我发挥剪得这么好 没有 就是灯笼吧 哇 哇 展示一下展示一下 哎呦很棒很棒很棒 也很棒 献个小丑 是可以可以 厉害厉害厉害 同样也给我们签个名 签个名 好吧 这个是夜宫靠了我 这也又可以用一个 emoji来猜字了 是吧 对啊 就是这张照片 对 来 我们也来猜一猜 小叶同学拿起你写的龙 四个字是什么呢 留在公屏上 四个字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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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我们 哎呀好 灯笼可以 你之前有学过吗 没有就是这个 就是你想象吗 你跟他说 行 可以可以可以 哇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三位 多才多艺 有种真的是在家里过年的时候说 哎 你会这个吗 会那个吗 来露一手的感觉 你们还会什么隐藏的技能吗 吃 吃 就大家围坐在一起来吃一下 那既然很开心 大家一起欢聚在我们的东方卫视 最后再送一点祝福给我们百事TV和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吧 咖啥实实的 大家好 嗯 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廖昌永 叶齐盛 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 龙行千里 好 再次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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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